那些玩家不知道去修哪一台機子 跑去修新的金子的時候 因為他覺得那個遺產機離他太遠 他不修 這些的狀況 你們知道嗎 那他怎麼知道我在外面啊 那種奇葩啊這個 拆他沒封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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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欸你還真的有封窗 你有毛病啊 喂 他還真的有封窗欸 我操 他沒封窗喔 欸 還有滴牙絲喔 喔唷 我的天啊 對啊 他剛才 自己瘋瘡了 然後 呃 蠟瘡了 然後瘋瘡 這個地圖現在給我帶封衝 我自己是扶著他 有夠誇張 這跨不出去 呃 你來救 你來救就好 你來救就好 嘿 對對對對對對 你掛五板我也是吃香阿 等一下你這邊沒有半個地方可以封我告訴你 所以你看像剛才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有觀念的 他這邊帶封瘡 我們是利用我們的技能 加速等等之類的東西 我光這個屋子沒有短點干擾到任何人 我們就直接就是 多少 修了三台多 所以就是 為什麼我說 玩第五人格 觀念比技術重要很多 就是這樣子 你觀念如果有 你真的會先比別人還要先贏 70%的勝利 你 有沒有你看 我就先利用這樣子的位置 剛才我是可以到五板這樣溜的 但是後來我又 縮回去 你們有看到我第二次跨窗的時候 我有點在看 五板的位置 但是後來 我又 我又不去了 所以我看到那個 求生者的隊友 那個機子這樣我覺得 好像夠了 然後我就不去了 把他當作說 我最後 開門站的時候 可以留的地方 對 然後就變成說 他能封的只有窗 板子沒蓋的 他都沒得封 然後那邊五板的地方 板子那麼多 隨便蓋一蓋 隨便拖一拖 都至少一分鐘起跳 對不對 那自己技術都在花時間去累積練起來就好 好